接下来呢 师父呢要给大家讲一个 佛法当中的很重要的 人家说佛法无边啊 法力无边啊 为什么还不能度很多人呢 佛法有个三不度 三种情况 三种人 佛法是不能度他们的 缘分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大家说说 你们现在坐在这里跟师父是什么缘分啊 不学佛你们能认识我吗 我能认识你们吗 不认识的 菩萨佛虽说法力无边 但是有三种人 连佛跟菩萨都不能就度 所以在佛经上有云 佛有三不度 即无缘者不度 无性者不度 无愿者不度 无愿就是没有愿力的人 也不度 第一 佛不度 无缘之人 因为佛是智慧的化身 无缘者就难以接触到真正的智慧 我问你们 一个傻得不得了 你说 聪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在人间 会跟他交朋友吗 正所谓 天雨虽大 不论 无根之草 佛门虽广 难度 无缘之人 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 不相逢 你说说看 你们跟师父 跟菩萨 有没有缘分 第二 佛不度 无性之人 你们想想看 如果你不相信 就算有机会 接触到这么智慧的佛法 他也是心生怀疑 能有这么灵吗 你们记住了 性是五常之一 五常是什么 仁义理智性 对不对呀 最后那个是性 因为仁义理智 都是善的 你必须要相信 你不相信 你哪来的仁义理智 因为性为道源功德母 性能远离生死苦海 性能长养诸善根 性以菩萨 作为基础 你相信了菩萨的话 能够救你 一个生癌症的人等死 当他相信菩萨 能够救他的时候 他是不是 有希望了 第三 佛不度 无愿之人 因为 没有愿力的人 已经没有办法 没有需要任何人去度他了 因为他已将自己抛弃了 他根本觉得 我没有愿力 无所谓的 这种人菩萨都度不了 所以佛门当中说 普度众生吗 为什么还有不能度的人呢 其实并非佛不想度 度他们前面讲的三种人 而是这个三种人 根本没有办法度 普度众生是靠缘分的 是要相信的 是要有愿力的 如果众生没有缘分 菩萨还是慈悲 他虽然现在不能度你 但是呢 佛会给你安下佛缘 等到你缘分成熟了 菩萨照样来度你 所以说 佛不度别人 是暂时的 不是永远的 你们想一想 你们有时候去度人家的时候 我就碰到好多这种人 过去跟他讲 他不相信 因为他一切都很顺利 等到他倒霉了 卢台长来找我了 这个时候他跟我说 我相信 不是他想你帮帮我吧 帮他一求 自己一念经 转危为安 什么都灵了 这个时候 他才开始相信 那么他怎么会来找到我的呢 就是很早之前 就种下了一个善缘和佛缘 佛普度众生 是佛发的愿力 所以地藏光菩萨他发愿 说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对不对啊 是问佛菩萨哪有不去度别人呢 不度的是缘分不到 等到缘分到了 菩萨一定会来度你们的 我们有一位跟着师父很多年的佛友 墨尔本的佛友 他发了一个信息给我 说师父在几年前到法国来的时候 人很少 今天到法国来能开万人法会 那叫什么知道吗 那叫缘分到了 所以我们说佛度有缘人 要相信佛 如果我们只是相信不学 那么就是表面 所以希望大家要有信心 相信菩萨 然后呢 要有愿力 我一定要成佛 我一定要学菩萨 然后呢 落实在你的行动上 三合一 那就叫信愿行 接下来